大家好,我是Alesha,加博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下星期的Immigration News,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 Alberta,即BC省,溫哥華的省旁邊 有洛基山,有Lake Louise,很漂亮 As a result,他們的tourism很興旺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數據 2019年,tourism的收入是6億加幣 過了COVID,202年之後 因為tourism的收入已經有107億收入 202年有3200萬的tourists去遊覽Alberta 因為tourism就創造了8萬的jobs 很多餐廳、酒店請不到人的 Job vacancy rate是9% Compared to其他jobs就是5% 省政府提供一個新的stream 叫做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ream 由3月1日,2024年3月1日開始 Anybody,所有人在Alberta,在餐廳、酒店做事 滿6個月就可以申請nomination letter 申請每個居民 詳細資料就是2024年3月1日才會載出 到時我們會和你們分享 先和你溫顧資深 Alberta Provincial Nominated Program 2023年他就nominated了9750個 applicant做永久居民 2024年可能會超過1萬個 加拿大有兩居政府 他們的50萬永久居民的quoture 就會按人口美麗 allocate到每個省 每個省根據他們的所需 就會去nominate他們的applicant 去申請未有居民 那星期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 和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你想我們講其他topic 請在我們comment 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